亚洲年度合唱盛事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 今天在国立台湾博物馆举行开幕加年华 由来自斯洛维尼亚的合唱团队 用当代圣约翰民谣作品为活动揭开许幕 清澈的嗓音回荡在大厅 合唱团团员们跟着指挥手势情绪层层堆叠 带观众沉浸在悠扬乐声中 他们是斯洛维尼亚卢比安娜音乐院合唱团 28号上午在国立台湾博物馆 为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揭开序幕 这也是疫情后首次完全回归过往演出模式 主办单位邀请斯洛维尼亚 瑞典 土耳其 菲律宾等国际合唱团队 以及十多支台湾合唱团轮番上阵 并结合台北国际合唱大赛 国际合唱音乐营 以及五间音乐会等活动 精彩绝伦 有连续八场的音乐会 经典音乐会 今年是因为疫情后完全就开放了 所以我们可以邀请 像从前一样邀请到外国团来 就恢复到2019年之前的规模 首场表演29号从高雄开跑 接下来还会到台南 屏东 云林 台中 新竹等地演出 喜爱音乐的观众可以拭目以待 接下来台北综合报道 突然 先钮